这个楼盘以前是AMD的总部 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地中海市的风格 多漂亮的一些房子 开车两分钟就能上Lawrence 上101 往北走到谷歌 往南走到苹果 旁边就有苹果的办公区 还有它最新修的几个大楼 可以说是交通地理位置的黄金区 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还在社区中间放一个大公园 有不少小孩玩的设施 一大片草地 我觉得让社区的居民 下了班以后 可以在社区里面 带着狗带着小孩玩一玩 放松放松 特别有家的感觉 Telly Morrison老牌建商 1921年成立 2007年跟英国的公司 Morrison Home合并 2013年上市 我带你看一下房子 这个社区一共有三个户型 1800尺到2000多尺 每个户型都是三房三个半的卫生间 两辆车的车库并排的 不是前后的 物业管理费是365块钱 如果买这个房子呀 是要交6%的定金 一般的楼盘很可能3% 但是这个楼盘很多的升级材料已经做完了 所以包含了很多升级材料的押金 社区一共170套房子 截止到今天就剩下25套房子了 年底之前买有大优惠 用建商的银行特定时间之前可以享受到4%的利率 算是很低的一个利率了 这个三个户型它都是一层有一个房间 可以用作书房客房非常方便 然后三层是两个卧室分别左右 有各自的携手间 三个户型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大户型 那个天桌尺的这个 因为它是在整个一个建筑的最边上 它这边多了一大片窗户 你看透过窗户你就能看到外边 而且呢采光会更好 尤其是这个大主卧 你看这边一大片窗 旁边的墙上还有窗 连卫生间的这个梳霜台对面 你都能透过窗看见外面的草地 大户型啊面积大 而且它多了一大片窗 价格呢仅仅比其他的户型呢多了10万块钱 这建商用的材质还是不错的 而且呢提供了很多的选择 你像这个八种不同的选择 放在两面墙上 你可以随便挑 有不同的墙砖 有不同的地板 总有一款适合你